《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2021年10月3号这天 美军第242全天候海上战斗机攻击中队 英文叫做Marine Fighter Attack Squadron 242 成功的在日本海军自卫的出云号航空母舰上 降落两架F35B战斗机 这意味着日美海上合作进入了一个实战 配合无舰的阶段 更意味着什么 日本采购美国42架F35B战斗机 在那之后即便没有美军的直接参与 它也将成为东亚地区最让人生畏的独立的军事力量 要知道F35B是大杀器啊 海军自卫队用那也不是用来自卫的短舰呢 此外从日本的最新型的最上级导弹护卫舰首舰 最上号在三个星期前正式成军服役之后 这一级别的护卫舰是哗啦啦的下水 哗啦啦的进入系列 它是2019年开始动工的啊 2021年一年就有四艘落成下水 按照中国军事专家的说法 这是下饺子的规模嘛 但不同的是什么 在数量增加的同时 它的电子战和它的战场生存能力世界一流啊 外界普遍认为说俄罗斯海军力量是第二啊 中国是第三 其实咱们看看最近五年下水新舰的服役数量 下水军舰的素质它的军事科技化程度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真正的世界敌尔 实力和评价排名只在美国海军之后 尤其是俄乌战争当中黑海舰队的脆弱 为什么日本在过去五年突然加快了扩军备战的节奏 原因很简单 中共的现实威胁 五年前什么时候就是中共十九大呀 习近平开始在政治上谋划连任 中共开始脱离韬光养晦的外交欺骗 全面推进叫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说白就是战狼外交 放出去咬人 要建立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立强大的海军 其实就是什么 确立武装拿下台湾 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的 深蓝海上霸权的目标 也许你要说中国崛起了嘛 发展成为海洋强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算什么算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 海洋观念不是说就是 谁的海岸现场谁就理解的透彻的 你日本一个岛国 它一直闭关锁国 它的海权思想也是被打出来的 中国长期缺乏海权的理念 是因为什么 民族文化和政治上长期的闭塞自满 是中央集权思想根深蒂固 这与海权的本质正好是矛盾的 现代海权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 你看那老牌殖民者和美国的海军 它都是自由贸易的捍卫和推动者 你看中国遭遇的两次鸦片战争 日本遭遇的美国黑船事件 不都是与全球自由贸易相关吗 他来这做生意被拒了 然后呢大炮轰开通伤口 是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日本给黑船船长的建立了纪念碑 吸取挨打的教训 向世界文明融合 中国人呢 始终沉浸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这种设定的仇恨当中 中共建政之后啊 跟随苏联嘛 军事上学苏联 可是你看苏联的入海口道自己都是抢回来的 它的海权思想 从一开始也是伴随着侵略和掠夺 中共在这里耳濡目染的是什么 把红旗插遍全球 跟苏联是一致的扩张理念 所以中共的骨子里海权 根本不是其本质的海洋平权 而是海上霸权 那么一个喊打喊杀的邻居 一个对着东盟各国领导人说 啊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都是小国 这是事实 就这种外交家 连基本的礼貌教养都没有 谁会跟他以礼相待呢 你整天喊打喊打喊杀 谁不整个待战呢 是吧 这就是日本让美军飞机降落 和下饺子一样生产军舰的原因 你也需要说了 那中共准备打的是台湾 这是自己家里人的事情 是内政 你们日本闹什么闹 且不说人家台湾有没有同意 是不是你一家人 且不说你一个连自己的这个总理都不认可的 靠数据造假出来的人均收入 就这收入排名70多位 你要把人均收入排世界33位的台湾给统一了 你要跟他共同富裕 这有什么逻辑吗 是吧 就算认了是你一家人呢 香港那不是被家暴吗 新疆西藏是不是一家人呢 武汉西安上海是不是你自家人呢 现在连北京都不可避免了 封城清零 把自己的人民跟动物一样圈起来 剥夺他们的工作权 出行权 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那日本能放心与你共存 是吧 再说了 你从军事专家到粉红们 什么对日本首战就要使用核武器 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哎 面对一个身上绑着TNT绑着C4的疯子 谁能让你近身呢 台湾 武王 日本 威 日本看得很清楚 这种依赖一切资源的这种国家 肯定不会让中共拿下台湾堵住太平洋贸易航线的 一个骨子里全是海上霸权思想的 要根据海洋命运共同体 一个天天炫耀武力 无数的粉红架售外交架去骂战 然后回头说你们搞小圈子破坏地区和平 这就是中共当下的真实写照 咱们说完这段铺垫啊 现在才进入正式话题 你说说今天啊 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共同出席的联合记者会上 明确表态说 美国将会动用武力保卫台湾 这是近30年来 美国总统首次打破战略模糊 在国际公开场合坚定表达保卫台湾的立场 这太重要了 朋友们 这是破局之局啊 我在2021年就是拜登上台之后 第二个月我就开始不停的呼吁 美国必须对台湾放弃战略模糊 必须明确捍卫台湾的政治立场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 不少朋友都会对拜登这一回答呢 持怀疑态度 包括看到他这个破局之局了 我依然保有怀疑态度 去年十月不也是吗 同一问题同样的回答吗 结果扭头白宫就给予了否定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次是不是又是老年痴呆了 加上白宫很快又重申了 说美国政府对台立场不变 是不是咱们别高兴太早啊 的确 永远都不要高兴太早 我们呢 要始终保持对这样一个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上台的政府 要保持持续的警觉 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待问题 就是这一次的确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看啊 为什么我做出这样的判断 第一 台湾是拜登亚洲之行无所不在的主题 拜登的回答也绝不是去年那样 在记者突然发问下来 没有那个背景 你们可以看看拜登现场呢 戴着耳机 手里拿着卡片 就知道这个问题呢 不是随机问题 而是什么 白宫的必答题 他躲不开 一定准备好了 就算拜登临时糊涂了 按着卡片念 不会念错嘛 所以武力捍卫台湾 这是白宫定好的答案 第二 这个正面回答yes 是与拜登此行的各个场合表态是一致的 也不是空穴来风突然冒出来的 你看拜登去跟这个以锡悦会面 谈论强调的是什么 台海稳定是印太安全的基础 岸田文雄这边更加明确了 岸田文雄表示说 日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一致 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那么日本是什么立场呢 日本原麻生相表示说 中共若侵犯台湾 接下来就会轮到冲绳 日本将此视为存立危机事态 依安全保障相关法制要行使集体自卫权 很绕 很绕 这话说的很绕 法律词汇 就是说你打台湾你就要打冲绳 你打冲绳我就要自卫 要反击 日本防卫大臣中山泰秀也说了嘛 台湾的完整性显然与冲绳防卫息息相关 其实中共自己也清楚 在它的所有的中共的攻台方案里面 组织甚至主动攻击美军的航母 还有冲绳的加首纳工军基地 是最重要的环节 冲绳日本领土 你打美军基地你就对日本开战 这一点是谁也绕不开的 事实是什么呢 美国和日本武装部队 早就在为台湾的突发事件编写一份单一综合计划 什么叫单一综合计划 有点绕口我告诉大家吧 说白了就是战场分工的作战方案 你打哪我打哪这么说 我在开篇介绍这个日本的军事准备 在这其实就有呼应了 不然的话 美国人不会开着它的这个F35呢 上日本的航空母舰上去 那么作为保卫台湾盟军的一部分 日本将把其行动集中在公古海下 这个战略要定 这是冲绳和公古岛之间的一个狭窄通道 也是中共入侵台湾最新计划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知道台湾国军是用了几十年固化台湾的西南海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中共军队可以用最短的距离抢占最有纵深的摊头 不多的选项之一 中共攻台办法很简单 就是先轰炸台湾岛 然后动员最多的运输舰 甚至包括动员一大堆上万条渔船 穿越80英里宽的这个台湾海峡强攻这里 大家注意到近年来啊 中共空军更多是西南海域 是不是啊 出现在西南海域威胁台湾嘛 是吧 他穿过这里飞往东部的菲律宾海峡 这随着中共的军事力量的加强 军事科技力量的提高 他们拥有了什么 拥有了能跑更远的海军和空军 所以他们就扩展登陆区域 来缓冲刚才说的西南海滩强行登陆的伤亡压力 但是台湾也在反制 它也在提高 它正建立一支有200多架新的和升级的F16战斗机组成的航空队 一旦开战 他们主要任务就是封锁这个巴士海峡 对它进行空中阻击打击海上目标 此外还有一个选项 那就是北边了 中共会穿越北部的宫固海峡 包括近年中共航母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这种巡游 不是从宫固海峡过去的吗 是吧 它就是要建立这个新的打击和登陆摊点 那么穿越的这个宫固海峡就是日本的重点防御区域 简单把这个军事上的事说一下 那么好 接着回到这个问题 白宫拜登做的这个解释 那么怎么看解释 白宫后来做了一个解释 是吧 但并不像去年那样对拜登进行纠正 而是说对台湾的一中政策没变 那么我们就问一下了 武力捍卫台湾的政策过去有吗 如果过去就有 那么就没有变吗 现在只是通过拜登之口 把这个政策明确说出来了 这就跟去年白宫纠正拜登说的 保卫台湾的背景不一样 美国国内这个国际政治背景啊 这有了巨大的变化 是吧 首先美国国会看国内 美国国会不仅纪念 不断推出系列台湾相关法案 我们留意一下 你看4月28号出了一个新的法案 呼吁国务院要提计划 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 管得这么细 是吧 这项法案是425比0票通过的 关键就是这个法案在当下世界疫情的背景下 有很大的什么意义 可以呼吁盟友团结呀 让国际社会共同发力 一起帮助台湾有这个号召力 而且你看 这么具体 它就在逼迫现在的美国政府 你一项一项的落实台湾的支持 操作性非常强 是吧 你白宫你别耍滑头 我让你干你就干 这个意思 此外呢 国务院更新了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页面 拿掉了1979年美中联合公报 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以及另外一段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文字 把这两段关键文字给拿掉了 此外 对中国的关系上 将国务院将这个中共定义为 地缘政治最大敌手 用的是rival 敌手 敌人这个意思 完全改变了拜登政府去年强调说 竞争关系这么一个措辞 特别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 我们说国际政治背景也在改变 美国政府发现独裁者 并不像外表那样具有如此恐惧的武力 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操作力 操控能力 也发现了西方世界只要团结制裁 可以对独裁者 对极权政权有重大的杀伤力 拜登对于武力捍卫台湾这个表态之后 他做了一个比较 他说 中共对台湾尝试武力入侵 是另一个类似于在乌克兰发生的行动 朋友们看 这一切就表明什么 拜登此言不是糊涂 是开卷考试 答案就已经在那里了 因此最重要的 不仅是我们要看到拜登本人的正面回答 这个回答结束了美国国家层面对台湾的战略模糊 而且还要看到 他揭示了美国内部从国会到白宫 从民间到精英的一个广泛的认知 那就是台湾的生存 与美国的安全与未来息息相关 也揭示了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盟 共同对抗中共入侵台湾和武力扩张的意愿和准备 我们观察到此次拜登亚洲之行 已经确认了拒绝台湾加入印太新贸易经济框架 那么这个事儿 是否可以看作是拜登政府一边表态强烈支持台湾 一边按地里勾结中共呢 其实这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两天前的措辞强烈发言的这种 这个话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这是美国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让亚太国家充当美霸权的把钱族 挑动兵大打台湾派南海派 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 本地区的人民要正告美方 早已过时的冷战剧本绝不能在亚洲重演 王毅跟所有的我们知道的 这些中共官员对外的场合一样 动不动就要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民 是吧 他这里也不管人家乐不乐意 他连别的国家的人民 别的地区的人民都给代表了 是吧 王毅着急了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中共着急了 这说明这个贸易框架本身的建立 对于制约和围堵中共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要注意之前呢 拜登在东盟会议上提出的一个说法 他说让东盟国家做一个供应链冗余的准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们接外贸单子 不要说给你100万美元的单子 你就做100万美元的这个原材料准备 做100万美元的这个劳动力准备 生产线准备这么一条 你要计划好冗余 突然给你增加订单 你能不能接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敏感的朋友们一下就可以读得出来了 这就是要东盟国家做好中国大陆供应链的备胎 如果不是准备全面脱钩 不是准备开战 你说这话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用中共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说呀 美国搞新印太贸易框架 就是对中共的长期斗争的准备 是经济军事两手准备 两手都要硬 那么我们再回观 为什么放弃台湾 放弃台湾对于团结东盟非常重要 中共对于东盟的整体影响非常巨大 大家看这个东盟会议 连菲律宾和缅甸这么两个重要的国家都没有参加 为什么 杜特尔特这个菲律宾亲共反美 缅甸更不用说了中共操纵的军政权 其实还有很多国家 虽然参加了东盟会议 但是心里有好多个不愿意七上八下 就怕中共在后面捅他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哪一个不受中共的武力威胁 哪一个不受经济要挟呢 是吧 在台湾问题上 逼迫东盟战队一定是中共近期外交的重中之重 因此不让台湾进来 就避免了东盟国家加入框架的政治顾虑 先上船再划奖 这就是美国的策略 让你们东盟先加入这个框架 先做好反制中共的这个准备 集合这个队伍 此外呢 中共内部咱们再看哈 因为这个国内疫情 国内是因为国内疫情的政策 对外是俄乌战争战队重大失误 导致了矛盾激化 这段时间中共高层很热闹 对不对 那么好 就不能反向过分树立台湾的政治地位 尤其是让台湾与东盟各国形成一致性 大家一起加入一个框架 这是中共的大忌 大家知道这个周恩来1953年参加了万龙会议 那次不是据说国民党特务还在香港 把那个原来周恩来准备做的那架飞机 给埋上了炸弹吗 是吧 那个万龙会议也是中共建政之后 第一次弱化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 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引荐下 周恩来开始所谓的魅力外交 你想他多有魅力 是吧 把多少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给忽悠回了大陆 结果死在那里了 是吧 多有魅力了 就这个万龙会议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开除了中华民国 开启了中共国在不结盟国家地区的重要地位 今天台湾如果重返印太贸易框架 对中共刺激会相当大 一看又回到了1953年以前了 你看西方世界 美国脱开了 因为美国原来就是亡我之心不死嘛 是不是朝鲜战争打完了 本来中美两国就脱开了 现在你好嘛 你台湾要加入新贸易框架 就等于像当年一样 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亚非拉领袖 第三世界领主的地位 中共现在都不能保住了 这样的逼迫就不利于中共内部 现在继续分化继续瓦解 而容易反过来呢 给习近平一个说道 促使习近平用现在台湾现在做大了 亡党亡国了 用这个借口来迫使中共高层 在内忧外患情况下对台湾进行军事冒险 另外 台湾不加入这个贸易框架 不损失 台湾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产业优势 是东盟任何国家都无法取代的 你不用跟他们坐在排排坐吃果果 对不对 你的这种产业政策他们没有啊 美台贸易又有独立的框架 你什么东西往台湾往美国卖 美国什么东西往你这走 有自己独立的框架 渠道是畅通的 蔡英文执政之后推行的南下战略 也使得自己拥有了与东盟独立操作的能力 在整体贸易上一点亏都不吃 所以我觉得这样理解新的印太贸易框架是正解 而不是说美国政府对台湾搞明暗两手 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了 我在江峰世界这个副频道呢 今天正好发布一个在台湾政经最前线频道 接受程晓农先生采访的节目 在节目最后我突然问了晓农先生一个问题 我说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后 您觉得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大了还是小了呢 我们的意见呢相似 就是中共打台湾的胜算已经很低了 但是中共侵占台湾这个事情啊 是他们的政治任务 是一个必须完成的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武力威胁的可能性降低之后 他们就会在政治上加大投入 他不愿放弃的 不会放弃的 放弃他就不是中共共产党的接班人了 所以为了这一点他会干嘛 会分化岛内民众 会强化红媒宣传 所以台湾未来的形势 并不会因为国际上支持力度加大而变得轻松 相反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需要考验台湾民众 抗击共产主义的抵抗决心 和识破中共统战轨迹的智慧 欢迎大家去看江峰世界 我觉得正好是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很好的补充 好的朋友们 我们下回再见